比如说E-Day 那E-Day的话主要的目的做什么 比如说今天假设这个改一下 当然这不改没关系 只是练习 2020的7月24号 假设这个时间 那如果奥运当天 那当然就等于什么 等于他这一天 所以把他引过来 然后给打勾 然后三天后的话 三个月之后 三个月我要在月的部分加三 问题来了 年月日它是分开来的 集中在一起才会是 一个什么 一个那个日期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针对月 你不可能说我加九十天 它就变三个月 当然不对吧 你这样直接加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日期 加九十 会不会对呢 有没有少两天 那你就想说 不对加九十二 这就可以吗 好像乍看之下可以了 但实际上是你永远改不完 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要你这样做 而是希望怎么样 你用对的方法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比较复杂 哪个方法用Date函数 怎么做还记得吧 Date然后他问你义耳 那你不能直接给他哦 你如果给他的话 这个是年月日都有 你要把什么 把这个日期里面的义耳拿出来 放到里面 所以他麻烦的地方怎么样 你要义耳 就要把那个日期里面义耳拿过来 mice 你就要把那个日期里面的mice拿过来 对 前面 没有你如果直接给他的话 他就是年月日都有 OK 你这样当然你确定他一定不会是 会对吗 我看一下 他如果直接掉 我记得旧的是不行 就是以前的这个 有没有 number错误 不行 你一定要怎么样 把它分开来 分开来就分别 就麻烦了 就是你要在这边打个year 对不对 这意思是说我要这个日期里面的年 你不能给他一个我要年 结果你给我什么 给我个年月日 当然我们人是可以 什么比较可以自己去判断 但是电脑其实真的很笨 他没有那么聪明 所以其实像现在人工智慧 只是说希望能够让电脑变得聪明一点 所以会有什么深度学习 让他可以学得跟人一样聪明一点 但问题可能吗 好 或许可以让他变聪明一点 但是他最后还是没有那么聪明 还是要用人来判断 OK 所以像现在很多 一些AI 应该各位有听过 人工智慧 其实慢慢的话就引入到程式设计里面 让这个程式设计变得比较聪明一点 OK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不过特别只有三个月之后很简单 在Minds这个后面加3就可以了 关键的地方 其实前面做这么多铺陈 最重要就是这个地方 加3 它变10月了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如果未来你要做日期的加减的话 关键的地方一定用Date OK 那如果时间的话怎么办 一样的道理 时间用Time 如果一个小时之后 你就Time加1 有没有 hour加1就可以 10分钟就是mini加10 second就秒 有没有 OK 意思类推嘛 应该可以理解那个道理吧 OK 这个一定是不会错的 所以按确定 10月24 是 那它的那个前三个月的话 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贴下来 然后把这边减3就可以了 打个勾 但问题 这个方法有点 不是那么聪明 所以呢 在那个Excel里面 它在2007以后的版本多一个E-Day 这个E-Day的话意思就是说 可以帮你加减计算 只有月的部分 E-Day其实是只针对月份的加减 那年可不可以 抱歉不行 时间可不可以 也不行 OK 只有针对月份 因为月份麻烦 所以他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个E-Day的函数是只有2007年以后的版本之后 才内建 2003以前还要什么争议期 引用进来才可以用 OK 按确定 那Star Day就这一天 7月24 三个月 有没有 特别做Mans 有没有 它加S 按确定 但是它回来会是一个什么 一个数字 很简单 你会把它格式一下 格式化成日期 确定 有没有 10月24 那另外呢 一样 另外这个格式 不过这个的话 就-3就可以了 这个公式把它复制贴过来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 -3 但回来的话 它格式也是没改 这个我觉得它这边比较不方便 但也还好啦 就是你自己记得把它格式改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帮你做出来 所以以后计算月份的话 记得E-Day还蛮方便的 那再来Week Day刚刚讲过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自己再看一下 YMD刚刚做过了 你要Year Month Day 这个自己再列 就是把日期里面的年月日分开来 分开来 可以分开处理 泰的话呢 就刚刚做过了 其实这个是分开来 如果你要把它合在一起的话 那你就是用泰函数 所以特别是合在一起的话 那就是Hour Mini Second 假设它分开来 你要把它合在一起 按确定 这样就OK了 如果你要做计算 我刚刚讲过 10分钟加10 比较好 10分钟 8点 另外的话 当然 10分钟 如果你想说我加30分 它刚好80分 7点80分40秒 有这东西吗 没有 所以 它会自动帮你进位 OK 它没有那么笨 所以 Date可不可以 Date也一样 比如说你超过12个月 它会自动帮你进一年 OK 道理都一样 所以如果 日期跟时间 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同样的东西 OK 这样来理解 我觉得应该会比较简单 把它向下填满 然后 然后 Net Workday10跟Workday是算公时的 一个是算总共几天 这两个日期 一个是算哪一天 最后是哪一天 是Dayline OK 然后我们用法很简单 插乱函数 Net 近 Workday10 所以其实如果 加S的话 表示几天 Workday是哪一天 所以你这样理解 应该比较简单一点 Net Workday 这边的话我就用这个 算公时 Star day 这一天 End day 这一天 那所谓的holiday 特别注意 holiday 其实不见得叫国定加 应该指的是说非六日 因为他中间六日已经把你扣掉了 所以你如果holiday里面也是六日 你就不用加了 因为他已经扣掉 你再加等于是多余的 意思说呢 你不是礼拜六也不是礼拜天的其他日期 但是是休假日的话 你就把它列个清单 假设类似像这样 几个就几个 当然这个不一定 每个公司可能他们公司一般是针对那个国定假日嘛 但是部分的话有些公司可能某一天有上班 但他可能又补到另外一天 那你可以把那个什么日期可以调换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 holiday不一定是指的就是国定假的 指的就是你们公司 如果那一天刚好你们全公司都去放假了 都出国旅游的话 那一天你也可以把它加到holiday 按确定这样的话就算出来 这个是算几天嘛 那个work day是哪一天只是颠倒而已 不过这个当然观念一模一样 哪一天开始几天之后 等哪一天帮我算出来 礼拜六礼拜天一样扣掉 除了礼拜六礼拜天以外的其他天把它放在这边 最后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个综合练习 请各位试试看 第一个就是说我要先产生用e day 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所以这边的话呢 插入函数先用e day 你做年利吧 哪一天这一天相差几个月呢 1月1号跟2月1号相差一个月嘛 对不对 2月1号就出现 然后你把它向右填满 宽度不足吧 3月到12月旋取起来 快点其中一条线 这样就ok了 好有没有 其实快点就是自动填满 所以如果你刚刚那一招不会的话 你可能就到这边自动填满一模一样 但是我的习惯是 点两下这样比较快 到这边比较花时间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每个月第一天都有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 那如果要产生底下天数的话 就是什么 等于上面这一天怎么样呢 加1就好了嘛 因为它里面就是一个数字嘛 整数嘛 对吧 加一天之后 并且格式化成一个日期 有没有 有了 ok好 然后向下填满 一月份就ok了 那全部都ok了 全部到L欄 ok一整年 但是呢其实哦 乍看这下没问题 但是仔细看哦 有没有问题呢 2月 有没有 3月1号到3号 那你会发现上面有没有 上面也有 下面也有 不对啊 所以应该不能让它出现 所以要怎么样 让它快速的消失呢 这不知道应该这里 多的快速让它消失 那怎么让它消失呢 当然你说 这样子选起来按delete 是不是 当然不是啦 不是要这样你按delete 是希望怎么样 你要用逻辑判断 如果你的上一个 那个储存格的月份 跟加了一天之后的月份 不一样的话 那就把下面的东西清空 比如说它到20这个 不一样对不对 应该是把它清空 清空就两个双一号 对 这样就ok了 所以逻辑要怎么下 OK 请各位试一下好了 这个想想看 如果你的月份 上面这个储存格 它没有加一天跟加一天 不一样的月份 那就把未来输出这边输出的没有 反之就A2加1 好 这个怎么做 后面先换个句话 一个逻辑判断 其实就可以了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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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